太无情了 我身为一个农夫 怎么就这么逮运 老松悲苦地想着 啊 逮运啊 辛辛苦苦种的稻子也劝毁了 唯一谨慎的财产 两头猪也要被地主捉走 为什么这么逮运啊 啊 有钱人 包风雨的故事 其实说到天龙 其实都舒服不好 有可能我怎么不出家的主国 不过天主不愿 主公同心起来 和你坚持天朝 有什么困难的负担 去爬起家的田地 在外边的雕丁 又去爬起家的安导人家 无法突充一家台赛 除了在窗户台下呢 他主要想说 用本性作为台湾农民的 命运无法突来变化 除了在地牌 在外边的运无法突充一家台湾农民 去释给本身的心情 他在下渡其家的服用 好多发生都忘记 除了在这国厂中 一直都非常尊重的福音家 用本性的名言 在压运和压运的戴下呢 都没有去现这 一直都非常切的方式 用刁竿的方式来 继续去審命 在南竹国落传的农民 一直都按着按着的窗户 都好不容易去搜索地 继续去下发 去裁造 靠起来非常平复 在半夜班 做平安的虚价暗不透 但是一直都要去做 也好一直用这个国内劳 要去替主大事 装下去了 哎呀 这本事 本整整的年轻 你都不要聴 我说 不知道 太大会心 还很心啊 反正 美酒嫌不很心 你都会刺杀 那些事情 听从外本鬼众的人体 给你 你还会逛哪 这样还在冲中给一封卡 手里会冲一身 和心的鬼众卡 你 你还来说吗 只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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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掌聲給我 害死你還要回復坎林 這時候在這時候 台灣做起非常 很像老師的名字 蒙茨 我們看到蒙茨 他本身非常順序 他高興中 他不會說 對他給他生上 也好 對他給他感應也好 這樣說 對他去梯子 把他生當的阿伯 他不可以公開去犯狂 當時我剛才說 他的心情很像變態 他會公開去犯狂 甚至出家去穿那種梯子 因為我看到 他穿梯子的時期 他沒有那個威道 講的所謂爭吵 我們要用勤犯去做梯子 他梯子的威道 要在家庭 他做他的家庭 有可能在那些梯子的母親 有可能在那些梯子的母親 有可能在我們母親 去犯狂 去犯狂 當那些犯狂 在那些犯狂 去到時代 他沒有辦法在那裡 包括說 總統有非常多 對他的八卦 都沒有去選擇 用這些雕竟 刺殺 也會結束他的生命 不過 嚇到身上去想 他現在到我去世的世界 他用非常傳統的那種 南映 那種蘇維的行為 用這個針槽 針槽的概念 去想要再補充 故事兒 我看到 那些事態 對人生的漢之 不過我看到 李赫若 他要按照片的作家 因為我注意到 運行命運 非常敏感 又要去掌握 也要做了 作家本身 非常敏感 又非常 銳利的一座觀察